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然后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SogoMap这款工具 然后本节课我们来看一下SogoMap的其他参数 首先还是以我本期搭建的环境为例 我们复制一下UR 然后还有我们的SogoMap工具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材数列页书用户管理员用户 当我们使用这条命令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所有的管理用户全部列举出来 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它就已经将我们所有的用户全部列举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参数 列举并破解数据库的哈希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参数的时候 它会将我们的用户的密码全部读取出来 然后我们把读取出来的密码到MDV网站进行一个破解就可以了 这条命令的时候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已经把我们的哈希值已经跑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复制这一串那种 然后到我们的MDU网站进行一个破解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列出数据户关联源权限 当我们使用这条探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权限读取哪些用户 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哪些是超级关联源权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有哪些权限 获取表中的数据个数 当我们使用这条探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获取它的一个述呼表中的数据的个数 那么这条命令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我们还记得我们昨天指定的数据库是过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条库里多少条数据 那我们可以直接加上它的参数 总共有四条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从数据库服务器中读取文件 把文件上传到数据库服务器当中 当我们需要做这两项操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买入三个条件 一是我们需要知道服务器的路径 二是我们要有较高的权限 三是我们的配置参数要买入我们的条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哪一个配置参数 那么当我们需要使用这两项命令的时候 我们需要保证它的这个参数是关闭状态下 把它改成关闭状态 我们再来重解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两条命令如何使用的 我先来看一下第一条 从数据库服务器中读取文件 那么这个这条命令是当我们数据库为mysoho 或者soho server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设定一个使用 因为我这条服务器是数据库是mysoho的 我们来读取一下 那么我们来读取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来读取一下1.txt 那么这样我们已经保存下来的 它提出我们的路径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样我们已经将文件读取下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命令 把文件上传到数据库服务器当中 我们现在 那么一会儿我们将C牌根本下的这个1.php 上传到服务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操作 后面加上我们的服务器路件 我们将名字改成123.php 那么这样它已经提示我们上传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两条命令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http请求延迟 那么你可以设定两个http或者https的请求件的延迟 那么这条命令通常是使用在防火墙限定我们的访问次数过多的情况下使用的 设定超时的时间 那么你可以设定一个http请求多久可以判定为超时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运行最定义搜购语区 搜购漫步会自动检测 确定使用哪种的搜购注入技术 以及如何来检测语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搜购 share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的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运行我们的所有语句 我们来查一下数据库的翻倍号 它告诉我们是5.5.40的 那么你可以也可以执行其他的一些所有语句 这里我们不再做演示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运行任意的系统命令 使用OS CMD或者是OS Shell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使用OS跟CMD的时候 我们是来如何操作的 我后面直接跟一个户外卖 那我们来查一下它的户外卖是什么 我们来查一下 CZ上面的选择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OS Shell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OS Shell 如何来使用的 我们使用这个OS Shell 在OS Shell的收入下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些其他的一些命令 都是可以的 来运行一下户外卖 我们这些命令都是可以来执行的 探测等级 它总共有5个等级 默认是1 如果你不确定Payload 或者是它是为注入点的时候 为了保证全面性 建议使用较高的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们使用等级为3的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封键等级 共有4个等级 我们来看一下是如何使用的 我们后面直接跟个 那么在真实的深度测试环境中 我们可以来根据 服务器的一些需求 我们来使用不同的一个等级 那么当我们使用这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如果你把等级设为较高的话 它可能会对服务器本身的数据库造成一定的危害 比如它会插入一些垃圾数据进来 我这样的管理员是容易被发现的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内容 那么这些常用的参数 大家在课下自己多练习一下 那么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